谁在 各位小可爱们好呀 欢迎来到红尘的吃鸡鸡频道 今天要挑战的是最稀有的手枪 石杀吃鸡 让我用手枪杀石 你们也是蛮狠的 不过话说回来 这最稀有的手枪是哪一把呀 皮腰911 就这会儿功夫 我都连个头看见两把了 肯定不行 那会不会是这把皮腰外心呢 你吃了一点 好像帽子也许更常见吧 哎呀 那你们倒是说说看 这最稀有的手枪到底是哪一把呀 再找不着 我可真要靠拳头吃鸡啦 哇塞 火轮哎 这把手枪 平时连见他一面都哪 减少比三级头还稀有啊 你们说 我这算不算是欧皇运气呢 接下来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左轮的珍贵之处吧 枪击的 就这威力 可比一般的步枪都强呢 那你们知道 左轮用的是什么扣镜的子弹呢 威力这么大 慢慢想啊 我也该去搜集一些装备了 毕竟就一把小手枪 还不知能不能挺进决赛圈呢 天苍苍 夜茫茫 风吹草地 现牛羊 哦吼 有枪声 城堡 别停车 我们就一把手枪 是刚不够别人的 就是不可能 兄弟 红尘的字典里 从来就没有一个帕子 还他 哎呀 居然打中啊 看来这左轮的射程还是挺远的嘛 威力也不错 就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让我再来试试 看看 能不能把他们一锅端了 哎嘿 他们貌似想要转移阵地 居然被一把小手枪打得落花而逃 你们可太丢人了 那 本小姐就不配你们玩啥了 毕竟我的左轮 只会更强悍的对手而生 我是你个乖 哎呀 前身上下就一把手枪 还不允许人家苦中作乐了 下车下车 都给我搭起精神 这个房区处于安全区中心 四周敌情尽收眼底 我就不信找不到猎物 哎 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那红尘旗有不收之理啊 人机小哥哥 你是光子大大派来解脉的吗 就那么的 貌似有飞机来了 只可惜 我只有一把小手枪 连空头都不敢抢 我太难了 只能是左山观虎洞了 小老爷们 你们有见过哪个主播 带着一把小手枪进决赛圈的呀 怕是只有你一人了 城堡 要不是任务再生 我也不想啊 就凭一把左轮 干干人家AWM4对枪 我不要命了 看着浑浑下落的空头 也只有眼蝉的份了 哎 近战刚不过 也只能远处偷袭了 但距离实在太远 这左轮又不能装背镜 纵使红尘7.2的势力 也打不动啊 完了 天不遂人愿 毒圈来了 得赶紧转移阵地了 此时场上只剩三名敌军 要想吃鸡倒也不是不可能 哎呀呀 这么凶的嘛 好歹人家也是女孩子 就不能温柔点嘛 啥 AWM 我去 剩下的两人小队拿的是神装啊 再看看我俩 一人一把小手枪 正好玩个锤子 但 在穷不能穷之前 面对他们的肆意挑衅 我也要予以反戒 进攻吧 城堡 完了完了 情况不妙 我居然忘记提前丢烟了 这是要凉凉的节奏啊 好嘛 天天也被击倒了 跟他们拼了 啊 挑战失败 果然 手枪还是刚不过菊王啊 小王爷们 能不能下达一个肥肥的任务 红尘也想冲罢全场啊 今天我只能给你带我的肥肥的任务